小璐 通知军管会 让他们调一批军需药品 前来支援 另外 带一批有盖子的马桶 搭建临时厕所 好 我马上就去 你是专家 你提建议 我们负责落实 好 首先 我们一定要保证 饮水和食物的干净 必须要大家喝烧开的水 还有食物 一定要确保是煮熟的 这些就由我们医护人员 来看管和发放 另外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可能需要一些 急需的医药用品 好 记下来 灾民有多少 我初步统计 附近的几个安置点 大概有三万多人 陈市长 陈云同志来了 没想到这么严重 就算千金鸭亭 咱们也要负重前行啊 是的 还有一个问题啊 整个上海 近一半的澎湖区 都被台风给掀发了 估计郊区啊 有大约二十万难民 会涌入市区啊 伤病有多少 大概有三分之一吧 哪个郊区受灾最严重 据报告 现在高桥的海棠 冲出了绝口 达二十多处 海棠附近的川上县 受灾最严重 淹没了农田二十七万亩 灾民达十六万多人 海棠 怎么会绝口那么多 于是年九师修 在一个国民党之前 在郊区啊 修战货太多 对了 万全同志 已经带人在高桥 紧急地抢线了 绝口不通声 洪水过了以后 灾民还是无家可回 等一下我去看一下 好